大家好 今天回來玩的遊戲是火線獵殺夜景 可能大家也接觸到這遊戲 如果大家玩過這個開啟 BETA 可以拿出基本的槍械 究竟有什麼基本的槍械呢 按著Shift2、F、F2 進入Uplay的介面 其實可以拿這把G36C 還是這把羊駝 大家也可以用Uplay的獎勵金錢買 這兩把槍對剛剛開始的朋友非常有用 當然大家可能要玩Open Beta 如果你有多Uplay幣 可以買其他想要的東西 我自己選了雪卡 我覺得很帥氣 廢話不多說了 這些都是剛剛開始的朋友 我覺得一定要做 因為這兩把槍 大家可以按一下 看一看的輸出 非常高 楊陀精準度非常高 另外那把G36C 其實沒什麼材料 我覺得楊陀比較好 這麼高精準度 極度方便玩這個... 呃...遠距離射程 所以先調校極限吧 始終這個也是... 我覺得如果不調校極限來玩 自己一個玩 不是調校極限來玩 比較悶一點 盡量調校極限來玩 因為一分鐘他只剩下兩個人 如果兩個朋友玩的 只剩下兩個人 他不會特別加多一點 而且我自己不會跟路走 這樣快很多完成任務 找到聖塔布蘭卡的副手 好 直接插進去 直插谷底再上去 這個好像比較慢了 不知道大家知道這遊戲是有防反車系統的 即是你怎樣玩 基本上你的車還沒爆 他也不會反 對啦 我覺得這個系統很搞笑 好 現在要直接到副手的位置 喂呀 OK 就到了了 PS4的朋友應該都可以獲得Open Beta的獎勵 那就要注意這件事 好 看來還是要跟著這條路程走 因為這路程比較崎嶇和遠 我平時會直插谷底 你可以省省很多路 省省你走的很多路 對了 咦? 調轉來走 不要緊 上去 其實這遊戲我覺得非常像駕駛那些 很瘋狂 自由度也很大 我覺得非常像GTA 不過不要緊 玩下去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遊戲還有無人機 讓你偵察完之後 你就可以找到敵人 標記敵人吧 咦?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時候有些連線問題 就會令到定了鏡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連線一直都不太好 玩這遊戲的時候 我想要考慮一下 尤其是跟朋友玩的時候 我試過坐直升機的時候 可以... 可以定在這裡 這一下很無奈 OK 那就到了 我們... 好 先下車 這個其實在Open Beta也玩過 換把楊駝出來 對 我覺得楊駝比較好 這個偵察其實也會有教學 不過也不用教學了 直接去吧 哎呀 撞了 嘩 這個教學真的不用要 咦? 什麼事呢? 這麼多了一下 下降會上升 這樣就馬上標記到一個人了 馬上標記到一個人了 可以標記到所有人了 咦? 其實前面也要標記到他才會比較好 好 不要緊 楊駝駝 大家看到是... 很準確 對了 前面還有兩個 其實這裡很輕鬆 就算是... 也不是很難玩的 前面應該還有人 先看看 同步射擊這些 都是可以用無人機來同步的 人和無人機一起同步 可以射擊 好 這裡前面應該還是有人的 咦? 前面的目標 記得大家 如果有黃色點的目標 就不要殺掉他 否則你就麻煩了 不殺目標 先殺掉那個... 兵仔 這樣就可以直接... 射他 就行了 目標在這裡 先抓住 審訊他 哈哈 即時把他放下 你看看我玩的是雷竹豪傑 哈哈 糟了 好像被人發現 阿瑪魯去哪裡了 現在我審訊完他就要去找阿瑪魯 好 審訊完了 我已經問到資料了 其實這遊戲還是要你不斷問資料 好 現在這個位置就要拿一些資源 因為這遊戲可以升級 所以如果你能拿到資源 你就可以升級了 不用說太多了 現在我們就要去找下一個有沒有釋放阿瑪魯 釋放阿瑪魯之前 我會先去補一補彈藥 不然也會很麻煩 其實這遊戲補彈藥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四處都可以補彈藥 好 先下來 好像被人偵測到 也不要緊 先殺了一點 大家看到的箭咀就是... 它會不斷提醒你 究竟在哪裡 如果玩極限難度的話 它回血速度會極慢 而且射幾下就死了 嘩 差不多死了 如果你說... 我玩極限 那會比較好 其實極限是好很多 基本上你射極限 極限是中13、14槍才會低 如果極限難度基本上兩、三下 你就會差不多低了 好 而且如果想快一點 其實可以不用來隊友 你們看到隊友會立即上車 我應該是安全系統 不過我不用理會 好 我們直接開始 始終現在是Open Beta 想多說關於這遊戲的朋友 剛剛接觸這遊戲的朋友 就可以看看 看來要怎樣 這個最好的地方 為什麼我會這樣走呢 因為是捷徑 因為你看到那條路 它一直在阻礙 九曲十三彎 其實這樣走我覺得會比較快 其實只是玩玩而已 不過不用理會了 不是每個人都像我那樣 抵受得住這些衝擊 好 繼續走上去 咦? 看來有點麻煩 好像慢了 不過不要緊 這遊戲的樂趣之一 讓你自由度控制車 即是它不會讓你反車 這次才有趣 OK 前面11公里 不是11公里 哎 看來開車的其實有點... 有點要... 適應一下 適應到我已經很適應 適應度很大 而且大家看到紅色的車 或者紫色的車 有時候是... 林寶堅尼那些 喂 糟糕 超捷徑而已 有點不好處 嘩 好 繼續 繼續測試一下這個防返車系統 我覺得非常好玩 好 其實抄捷徑有點麻煩 因為全部都有那些... 樹呀 又或者是岩石 凸出來的 阻礙著你 這個應該不是最大的問題 好 那麼... 記得大家下令APP鍵 其實隊友會伸出頭 就可以突擊他 到這個地方 其實放下無人機會比較好 無人機 不過好像被人發現了 還沒發現... 嘩 還沒發現我的 那就... 放下無人機 記錄一下位置 其實這些... 暫時來說是非常容易玩的 好 無人機 先記錄一下位置 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 沒有電力 先記錄一下位置 後面是四個... 五個 暫時見到五個六個 好了 無人收回 好 先看看 前面... 咦?咦?咦? 搞定 有草堆也不太重要 看到藍色的槍枝 其實是可以拿來拿背件 大家要知道這件事 這裡就是釋放阿馬路 我們到了這裡 跟著我吧 阿馬路 我們要切出這個地方 其實前面已經有直升機 後面還有資源可以使用 資源 來吧 補給 這些有什麼用呢 剛才也說過 可以升級你的技能 這遊戲升級技能很重要 好 這裡是直升機 咦? 為什麼不過來呢 蛤? 什麼事? 沒理由 大路 不知道為什麼剛才掉落了 不知道是不是上機的時候掉落了 過來吧 終於上機了 這些程序上的問題我們不要管了 好 馬上飛去三公里的地方 YES 前陣 直升機控制這方面 其實大家都看到那個教學 形狀就是向高 放開這個左右 雖然一直都有新手教學 不過我先說一說吧 如果直升機降落太快 按擋太快的話 基本上你坐在地上都... 直升機也扣得多 對 注意這東西就可以了 好 直衝吧 直升機上面其實有這個指令 大家可能不知道 可以了 還有直升機這個載具 在這遊戲中的確是很快的 你不需要攀山月嶺 這樣便會很方便 先看看 前面1.9公里 下去那個位置 沒有啊 為了 你不需要不需要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不需要? 你不需要的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好 成功降落 可以下飛機了 這也是我們的據點 不知道為什麼人們會離開 秘密據點嚇走人們 好 先看看劇情 我們不…不… 收集資訊 研究機器 檢查侵蝦隊員 討論跟司機員 任何必須 我們會把每個石頭拆掉 好 那我們救完阿瑪 有沒有完成 把阿瑪撤出 這個劇情 今天先來到這裡 首先跟大家介紹了一些基本 剛剛開始玩這遊戲 或者是剛剛買了這遊戲 究竟是怎樣呢 當然你也玩過的 我相信Open Beta 沒玩過的朋友記得 玩過Open Beta 記得拿槍吧 沒玩過的朋友其實也很簡單 或者是喜歡這遊戲的故事 可以一直看我玩下去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系列 今天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